大家好,我是老黄 前天英国内政大臣在内政事务特别委员会面前接受了质询 然后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名季度统计数据 换句话说,这个数据是最新的数据 我们先谈积压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庇护申请继续增加 在截止2022年9月的一年中 我上个视频是说到6月的 现在这个数据是截止到今年9月份的 一共有72027份庇护申请 这个申请涉及到的人数是85902人 在这之前最大高峰是2022年的申请总人数是 那个部队申请这个案例的总数是84132件 在过去的一年里 只有16400个初步决定 在上个视频我已经说了所谓的初步决定 就是内政部在第二次大面试完了以后 由内政部做出的决定 是批准你还是拒绝你 我们把这个叫做初步决定 现在有117400份申请没有完成 涉及到143377人 这就比去年增加了74% 在这些人中 有97717人已经等待了6个月以上 这个他们在等内政部的决定 这个初步决定已经等了6个月以上 在寄今为止做出的决定中 77%是给予了庇护 创了历史新高度 所以我还是这样说 最近的批准率确实很高 而且这个批准率是在初步决定当中批准 直接来自于英国内政部的 激压案件由来自五个国家的大量案件组成 39408份申请 占激压申的34% 来自于伊朗 阿富汗 厄里特利亚 叙利亚和苏丹 这些都是申请批准数量历史最高的国家 安全合法进入英国 委员会听证会最具新闻价值的时刻之一 是蒂姆 劳顿向内政大臣提出的问题 他这个问题非常有挑战性 就是一名16岁的男孩子在他的祖国面临迫害 但有一个兄弟定居在英国 那么这个16岁的男孩子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安全的和合法的来到英国的路线 英国内政大臣没有给出一个连贯的答案 这非常具有挑战性 因为现在英国总是说不可以偷渡 一定要有那个安全的和合法的路线 好 那么这个16岁的孩子 他已经有一个兄弟定居在英国了 他在自己的国家受到了 面临受到迫害 你会给他一个安全和合法的路线到达英国吗 这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所以说他具有挑战性 在截止2022年9月的一年中 90%的小船就是那些橡皮艇 乘坐那个小船抵达英国申请政治庇护 或者被记录为庇护申请的家属 这个90%的人是申请了政治庇护 小船抵达者占申请政治庇护总人数的45% 如果有一条更安全和合法的通往英国的路线 这些人那么他就很有可能会走那条安全和合法的路线 但现在显然是不可能 然而决策的以词不可避免的意味着 最近几个月乘坐小船抵达的人 不太可能很快的就他们的申请做出决定 是否所有这些人都有一个可行的申请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在去年乘小船进入英国的人中 98%的人仍在等待决定 自2018年以来 所有庇护申请中有83%人在等待决定 内政大臣和他的团队在回答蒂姆劳顿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所能想到的唯一答案就是通过联合国难民署的协议 有一条安全合法的途径 但联合国难民署目前每年只能向英国提供数量有限的难民安置 大多数人根本无法通过英国的这个安全常规途径 所以说呢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2022年也就是今年 有1066名这个难民在联合国难民署的重新安置计划下 抵达英国 内政大臣声称 现代奴隶保护制度存在着被滥用的情况 但是对于那些称自己是现代奴隶制受害者来说 内政部必须将他们转到一个叫国家转介机制中 就是另外一个部门去审查 而且识别率非常高 也就是说是都承认他们是现代奴隶的受害者 这个承认率非常高 2021年有12721一个人被转过去 这个同年也就是大约是90%的决定 都是肯定的积极的 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数字 这个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 超过40%的庇护寻求者 无法获得法律代表 随着法律援助系统的持续危机 现在确实就是法律援助 也就是免费的这个法律服务 法律援助这个系统 现在已经出现了危机 随着法律援助系统的持续危机 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很快改变 这就是说 因为我在很大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 我知道的 我们这个reception经常有很多人坐在那里 他们希望能够找到律师 而且他们要求的是法律援助的 也就是说想找免费的律师 但根本就人手不够 那里面的律师总是 你打电话来吧 你们直接闯进来 我们不收的 这个老板也没办法 今天我有听到消息 今天不对 是昨天的事情 今天是星期六 有好多人坐在大厅里面 但是里面律师就没办法接 因为他手头的案子太多了 这个法律援助系统 这个已经发生了危机 人手不够 就像移民局里面移民官人手不够 法律援助系统下的这些法律援助的律师也不够 根本就不可能接受 这个现在根本就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在伦敦那里还有几家可能有资格拿到这个执照的 这个执照就是法律援助的这个执照 并不是每一家律师楼有这个那个资格能拿到的 但是呢也有一些律师事务所 实际上他们是有资格的 但是他们不愿意做这个法律援助的这些案子 为什么呢 政府给的钱太少了 所以说呢 要做事人才能拿到这么一点点钱 所以这个呢就导致了律师事务所无法正常的运作 那个压力非常的大 那在里面做的这些律师呢 如果他是拿法律援助的话呢 压力非常的大 所以就造成了一个危机 很多这个律师事务所 他们就不愿意做这个法律援助系统的 而且法律援助的这个 每年政府还要做规定 那规定啊 你还不能随便做 每年还要来检查 年检抽查什么的 因为你拿政府的钱嘛 所以呢 你就要按照政府的这些规定一步一步做 非常的麻烦 所以说呢 很多的律师事务所 实际上他们是有这个条件 有这个资格 但是他们宁可不做这个 他们喜欢做私费的 就是说 你来找我做律师的话 你要私人交钱 他可以做 你说你要去申请这个法律援助 免费的替你服务 那么他们就不愿意接收 这现在就是存在的这个危机 所以在这个报告当中呢 就是说 寻求庇护者有接触律师的法律义务 就是他们应该有这个义务去找律师 但是呢 今年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这种情况遭到违反 由于未能让寻求庇护者接触这个这个就是法律援助的律师 这个或者说是私费的律师 因为私费呢 很贵嘛 很多的跑过来的这个申请政治庇护的这些难民 他根本就没有可能去那个交纳这笔昂贵的费用 我以前视频说过 如果你从头到尾啊 移民局初步决定 如果不成功上诉 你要有7000英镑的预算 这个呢 是很多的申请寻求庇护者的人呢 他是无法接受 无法承担的一笔巨额开支 所以说呢 他们没有钱请私费律师 但是呢 这个法律援助的律师呢 又压力重大 大家都不愿意做 或者说呢 很少的人在做 这个根本就人手不够 无法接很多的案子 也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目前英国内政部 目前正面临着法律挑战 这个事情总有一天 那个要被爆发出来的 因为这牵涉到一个国家的司法公正 下面的是内政部人员配置 也就是清理积压 过去一年超过 就是英国政府呢 花了超过10亿英镑 在这个英国的海外援助预算 用于来安置在英国的 庇护寻求者和难民 将援助资金从发展中国家 转移到英国酒店经营者身上 并不是什么好的做法 因为现在英国政府 大量的租用英国的酒店 来安置那些庇护寻求者 安置那些正在等待审批的 政治庇护寻求者 昨天 因为他这个昨天是指前天 昨天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这个证据证实 内政部正在预先花钱 以试图解决积压问题 然后要减少支出 预计到2023年的3月 他们将拥有1300名个个案工作者 也就是说他们要招募或者增加1300名的移民官 来处理庇护案子 来解决这个清理这个积压问题 这个工作者确实已经很多了 如果实现这个目标的话呢 那就是2021年在港人数的两倍多 鉴于他们是薪酬最低的公务员之一 他们将获得留用津贴 也就是说在经济上可能会做一些津贴补助 因为这个工作又辛苦 拿的工资又低 所以跳槽的人很多 不太有人愿意在移民局去做这个工作 因为没有什么前途 我以前在视频里说过 如果你在银行里面做一个什么什么 你将来可能还有前途 当经理当高管 但是在移民局里面 做这个个案处理的这个移民官 他几乎没有太大的前景 工作人员在第一年工作以后 就要多支付给他1500英镑 也就给他一些津贴 希望能留住这些有经验的人 如果他们担任该职两年 或者更长时间 则会多支付给他们2500英镑 换句话中呢 英国政府想这个办法呢 想把这些这个移民官给留下来 因为这个工作非常的辛苦 但是个案工作者只接受有限的培训 包括他们开始工作的两天全天 有报告称新工作人员处理复杂案件 这可能会导致对申请庇护的 这个这个个人不利的决定 然后昂贵的上诉 在昨天的听众会上证实了 他们对每个国家都提供了 这个国家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政策指导 并以此作为决策依据 换句话中说 移民官呢 他们每个人手上都有各个国家的 一份这个指导性的一本手册吧 他们就根据这些来做他们决定 这是他们的一些事实依据或者法律依据 他们有这些东西 其实以前都是有的 去年允许的庇护上诉达到了52% 上个视频我说是51% 现在呢 他说是52% 这个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去年上诉成功率达到52% 创历史最高 不过在期时间 在这段期间里面 只有3543起这个上诉案子 由于庇护申请被拒绝这个人数 所以如果因为上次 刚才我前面已经说了 这个数据是76%被批准了 所以被拒绝的人数呢 现在相对低了 所以上诉的人呢 也就这个总数量也就降低了 所以呢 在这个委员会上面就提出这个上诉 这个申请庇护者的人上诉 并不是导致案件羁押的重要因素 他这里解释了 是这个问题 因为内政部初步决定批准率增高 那么拒绝人数下降 那么上诉率也就下降了 对不对 上诉的人数 绝对人数 它是下降了 显然内政大臣没有任何清理庇护 羁押案子的目标和日期 这事就是人很难看出 内政部计划如何来衡量 他们的这些政策 他们这些办法措施 能不能成功 这是下面一个数据呢 就是说是很简单的一个数据 我不想多说了 去年有100万人移居英国 但也有50万人离开英国 换句话说 移居英国的人有500万 但是出国移民的人也有50万 也就是说去年净移民的人数 刚刚超过50万 这是有史以来 这个有记录以来最高的净移民数字 前一年净移民是17万 那么在新冠疫情的大流行 过去几年呢 因为受到了这个疫情的影响 所以呢 这个数字呢 那个就增长的部分原因呢 就是说呢 就是数字呢 就比较低 现在增长了 那是因为旅游业呢 正在复苏 更新的移民系统 和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签证计划 这些计划改进了以后呢 对这个净移民呢 也增加这个人数呢 也做出了重大问题 剩下的这些数字呢 我就不说了 那个我就挑一些 我认为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 最后呢 就说一下这个一个评论结论 如果申请率 如果申请率和决定率 与去年保持一致 如果啥也不变 和去年保持一致 用不了多久 英国的这个激烊的案件呢 会超过20万 这个20万呢 这个就是一个里程碑的数字 内政大臣呢 昨天呢 告诉委员会 他也同意 这个积压太多 并确认 他们正在制定全面计划 来解决和减少庇护积压 这个明年的数据 将开始脱限 内政部人员配置计划的实用性 换句话说 你既然明年要增加1300个内政部官员 那么看看 你这个事情到底能不能解决 今天的视频我想我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